暑假到了 您想去哪儿玩呢 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偶像剧取景的地点 想高雄珍爱码头 还有星光码头 以及游乐世界等等 也带动了周边的房价 直逼台北失心一去 你几乎每一间店面成交都创高价 我们都下一条 你越多说的成长大 涨了快30% 真的不是吹牛 北高雄商圈房屋结结寒涨 因为偶像剧热潮也带动商圈前潮 像偶像剧痞子英雄 曾到知名购物广场跟珍爱码头取景 火红的海派甜心 也到星光码头及85大楼取景 拍摄场景统统变成超行景点 新的大楼非常的集中 那也带动了这个店面的价格一直在上扬 那以今年为例的话 从年初到年中 这六个月 短短六个月 平均成交的店面的每瓶的涨幅 大概在三成左右 根据了解光是高雄农石六特区的 汉神巨蛋商圈 店面成交价目前一平八十到一百万 店面租金每平一千到三千五百元 打败台北最贵的西门町商圈 而在店面成交价 涨幅百分之二十八点六 租金涨幅百分之七点一 跟劲敌台北新衣商圈及淡水商圈比起来 也是遥遥领先 加上知名游乐世界 爱河沿岸 极知名的购物中心 来台湾场景漂亮 天气又好 使得越来越多偶像剧电影来拍摄 偶像剧商圈景点超热 让高雄防众魔群擦掌 这场偶像剧行销大成功 也让高雄吸引更多的超胜粉丝 终于新闻前股米高梦 柔高雄报道